我今天才發現我的器官的主人不是我自己的 是對方的 然後承認同性婚姻有可能會導致性解放 甚至世界崩壞 這樣子的論點 不過對我個人來講可能在 對於自己之前所抱持的立場更加確信已歡 我也更深刻的體認到就是說 這些言語之所以可以被傳播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這個國家 我們對於宗教自由 對言論自由已經提供了相當的保護 當然在實質的內涵上也讓我看到了 或許不同的宗教在面對愛 包容尊重這些價值的時候 有不一樣的看法跟層次 以前女權主義運動者 當還只有男人可以投票的時候 我們男人很聰明 想了一托拉股的理由 說女人為什麼不能投票 如果投了票 這個世界會變得怎麼樣 過去的那些困難 我們的前人克服了 那讓現在 我相信女權平等的觀念 已經成為一個不是的價值了 也讓我想到 剛剛有一些學者所講到的 以前黑人在爭取平權的時候 白人所講出來的話 你們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有的權利你們都有 但是請你們不要跟我們站在一起